接下來一起來關心颱風動態 因為今天凌晨又有颱風宣傳了 今年第十四號颱風小犬 它目前位置在鵝鑾比東南方一千多公里的海面上 以每小時十一公里的這個速度呢 向西北溪來進行 近中心最大風速每秒十八公尺 而它的七級風平均暴風半徑達一百公里 緊接我們來看到它的路徑預測 它目前呢它的路徑預測呢 下週一前它會往北來移動 主要是因為這段時間北方的冷空氣下來了 太平洋高壓會往東退一點點 所以受到了太平洋高壓外圍的導引氣流 它會往北北溪的方向來行進 但是等到了下週二之後 冷空氣逐漸減落之後 太平洋高壓犧牲 小犬颱風會逐漸的接近台灣 預計下週三到下週五對台灣的影響最大 如果按照目前它的速度跟路徑 它最靠近台灣的時候 將會是下週三晚上到下週四的白天 而下週二之後 由於它的逐漸靠近 所以其實在東半部還有恆春半島的沿海 會開始出現長浪 由於它在移動的過程當中 會慢慢的增強 最快在下週二可能會增強為中台 而最快下週二氣象鼠 也有可能會發布海景 但會不會發布路徑 其實取決於這個關鍵是明後兩天 它的路徑如果比較偏北的話 就有可能會影響到台灣的陸地 但目前不確定性還非常的高 需要密切的觀察 不過第十四號颱風叫做小犬 不少人對於這個颱風的命名 感到相當的有趣 還有網友覺得很可愛 原來它的命名是源自日本 取自星象小犬星座 而這個名稱其實也是第一次使用 它的前身其實是天秤颱風 但是在2017年的時候 為菲律賓當時帶來了嚴重的災難性破壞 造成160人死亡 163人失蹤 因此颱風委員會就決定將天秤除名 改成為小犬 接著我們來看到未來一週的降趨勢 明天到下週二這段時間 都是受到了東北季風的影響 但是明天的水氣會是比較多的 桃園以北和東半部地區 會有局部性的降雨 其中基隆北海岸跟宜蘭地區 降雨會比較持續 雨勢也可能會比較大一些 另外新竹以南地區是以午後的降雨為主 而下週一跟下週二 降雨的區域跟範圍會減少 而雨勢也會縮小 主要是以基隆北海岸跟東半部地區 會有不定時的降雨 但是等到了下週三之後 剛特別提到了 因為颱風逐漸的靠近台灣了 降雨會變得明顯 目前的路徑預報影響是以東半部為主 但是整體的雨勢還是要取決於 它的路徑怎麼走 如果它的路徑偏北的話影響最大 當然就是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但是如果它的路徑偏南的話 南部跟東半部地區都會受到影響 下週颱風來襲 但是路徑的變數還很大 其實必須要等到下週一影響程度才會更明朗 不過明天就是收假日了 各地天氣如何 一起來關心 北部地區明天氣溫落在二十六度到三十三度 中部地區是晴時多雲的好天氣 高溫上看三十四度 南部地區明天同樣是晴時多雲 氣溫二十六度到三十三度 明天東半部宜蘭地區的降雨機率比較高 可能有局部較大雨勢 外島三個地區都是晴時多雲的好天氣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天氣資訊 提供給您參考 大賊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靜好新聞